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YouTube我是Kate之丁 嗨大家好我是XY 今天是我們的電影美食家的番外篇 我們在家裡金拿棒做了一隻料理鼠王的Ratatouille 雜菜堡 因為我們做的雜菜堡有做這個醬汁 那我就在想說那剩下的這個醬汁不用它太可惜了 真的 那各位想要知道裡面有什麼的話 歡迎點擊這個資訊卡去看 我們現在要先用這個醬汁 我們就要來製作這個超級美味的義式肉丸的前聽堡 義式肉丸前聽堡 沒錯會讓你非常覺得 哇在冬天裡就是一股療癒啊 好首先第一步呢我們就要把這個重新加熱 所以我們把這個鍋子重新打開 稍微幫我把這個醬汁加進去 給它慢慢的煮 好那所以就直接加熱就好了 放下去不用跑 OK水水水水 這其實真的是單吃我也可以把它吃完 沒錯 其實一般做義大利肉丸啊 他們就是用番茄煮成番茄醬汁 然後配上一些羅勒葉 配上大蒜煮出來的 那這個比一般的番茄醬汁還要強太多了 你說外面賣那種罐頭那種 對強太太太多了 我是認真的 對啊因為這樣真的很天然很自然 這樣講就是我們要健康吃的話 其實就是吃食物而不是吃食品嘛 對 所以這種東西是我們完全用剛剛就是 非常圓形的那種蔬菜 然後切切切 炒一炒 然後把它打成醬這樣子 所以是非常的健康 製作義大利肉丸 你必須要注意到的是 你要用兩種絞肉 你要用牛絞肉跟豬絞肉 我們現在要的是牛肉它的風味 跟豬肉它的油脂 那你就各250克 加起來500克 大概做四人份到六人份的肉丸 這麼多喔 對 首先先把肉 基本的調味 胡椒 麵包粉 麵包粉 再加一顆蛋 加一顆蛋 欸 等一下 戴的手套怎麼手感很差 這個是 巴西里 有沒有很香 那個巴西里的香味 對 整個香味都出來了 對 再來蒜頭 好 加他們全部排排站好 這還蠻壯觀的 對 立正站好 鍋子在預熱的同時 幫我加一點點橄欖油 一點點橄欖油 一點點橄欖油 一點點橄欖油就好 要是一點點 灑上一些麵粉 這樣已經OK了 接下來就是 放下去 鍋裡面煎 不用擔心有沒有煮熟 因為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把它放回那個 醬汁裡面 讓它繼續 這樣子好 我們就直接丟進去嗎 對 煎好之後直接把它 丟進去醬汁裡面 好 像這個就 其實差不多了 好 好 一個人他剛剛哭了 所以你先把他放下去 肉丸加進去之後 你就把鍋子蓋上轉 最小最小的火 給它煮15分鐘 OK 你想不想吃 好可愛喔 現在15分鐘的時間 過去了非常快 現在這個 夜間都煮熟 煮好了 超漂亮的肉丸 然後 先來處理這個麵包 這個是拖鞋麵包 拖鞋麵包 OK 這樣把它攤開來 嗯哼 這樣攤開來 中頭戲 因為我們這個前提包很厚 所以我們可以放兩排 這邊我準備了起司 對半前菜 蓋上一層棉被 好囉 3 2 1 第一口都吃到第一顆肉丸 那個肉丸的香味 配上那個醬汁 其實你把它咬進去那個很濃郁的口感 然後肉丸它是 我覺得肉丸那股滋味你吃下去就是 心裡想到的滋味就是療癒 現在先不要跟我說話 不要跟你說話了 你要享受這一刻 少就是多 你就享受這個肉丸帶一點美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後來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跟訂閱頻道 如果想要看料理屬王的雜賽老師怎麼做的 歡迎點擊連結 到加點擊拿棒去觀看 我是柯斯林 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